家里的水管又不通 但最怕遇到水电师傅 漫天喊下 近视五金百货里呢 就有很多的书通小物 可以让你DIY不求人 而且有些成本百元又早 知道自己span有点瞎 记者林幼稚 露出礼貌而不识尴尬的微笑 A网友先不要呛瞎 等一下你会后悔哦 本吃蛋大就是这么简单 But今天不是讨论林幼稚 多么有礼貌 而是要说她一段 嘲笑的爱情故事 是在开说之前 还要先看一段林幼稚最爱的图谜 那你觉得怎样叫做平凡 在机会面前 胆小 林幼稚说 我的感情观也是如此 不愿错过眼前这个机会这个人 所以尽管知道这段感情不可能 常常也会奋不顾身 结局就是 龙蛮鬼卡倒婴与渣男 分享其中一个故事 学生时期 某天晚上11点我打工下班 在路上被怪贝贝破拍咪啊 奋而报警 结识了丑办的警察 我们聊讯息 总能一则回个上百字 特别投缘 第一次的见面是在东区 他问我 可不可以挽着他的手 他说他有女友 但想分手 跟我在一起 等了小三 肯定只有悲剧 警察提分手的那刻 女朋友哭着承诺会改变 让警察有心软了 就在这段暧昧不明的时刻 女生知道了我的存在 女生跟我说 如果你跟她在一起 也一辈子摆脱不了我 因为我是她的亲表妹 有血缘关系的那种 点点点点点 我实在是 崩溃了好几个月 长时间对谈恋爱有阴影 一直到几年后 我才不恨她了 看着她跟新女友的放闪照 真心祝福 我的脸书上 这句话挂了五年 Everything has its purpose It's up to you to find out 为了提醒自己永远记得 生命里的每个黑暗时刻 都有意义 也许是要教会你 认错 接受 放下 总之 每到伤痕 都不会白白挨疼 喔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要报名说 你才是好男人 真心待人 不过啊 身为天心浪漫的双鱼女 我对感情这件事 很看缘分 可能不是黄篇不负苦心人 与乐动新闻 呃 迷影出现对手了 霸道